大家聽說過彰化有條藤山步道嗎? 不僅平緩好走,沿途好吃好玩 熱鬧無冷場,順遊買熱門伴手禮 回程走臥龍坡步道,一路下坡超輕鬆 我們來到園林的藤山步道 聽說這步道非常好吃又好玩 所以揪了學姐逸林 是因為吃來的 還有學姐的朋友小雅 小雅今天是代表爸咖來看這步道是好吃 又好玩,不要騙我 沒錯,看他有多親民 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然後我們剛才在這邊認識一群觀眾 所以等一下呢,我們要一起來一個 默契討厭 對,橫山步道出發,準備好了嗎 好,出發 我們要準備囉,來 橫山步道 出發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就是因為這步道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它的旁邊有一大堆的台語的禮遇 所以呢,我們就找逸林太適合了 他是號稱有我們這個 台語小天后 台語小天后,沒錯 沒錯,台語小天后 所以呢,再準備一次 專念耶 台語教學比給逸林,好,來 來,來,來,來 逸林老師,請你教我們這怎麼唸 做禪愛舞好禪比 做禪愛舞好禪比 大處愛舞好處比 將你學會了嗎 老師好,老師好,老師好 老師要講,老師要講 心拍沒人知道 心拍沒人知道 水拍比較厲害 水拍比較厲害 謝謝,謝謝老師 超好笑喔 被這個步道逗樂了 你們剛說它是什麼步道 藤山步道 不是,是勸勢步道 沒有,它是勸勢步道 我到這裡已經很開心了 太開心了 被這些禮雨,你覺得很開心 欸,他們整路都有 不到一百公尺就會有一個 會讓你忘記你爬到哪裡有沒有 真的 這是一個分散你注意力 最好的詮釋步道 大家一定會來 然後你們走上來 有沒有覺得就是沒有很累 沒有很累 我越爬越開心耶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本來就是通常 聲音有點咳嗽 我現在沒有 整個 開嗓 開嗓 花香水了耶 耶 耶 掌聲花椒送給帥哥 確定要走了 確定要走了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愛玉冰到了 哇 哇 哇 吃愛玉了 還有愛玉蛋餅耶 超酷的啊 對,蛋餅和愛玉 一定要我們先餐嗎 沒錯沒錯 來讓澎山步道一定要吃愛玉冰跟愛玉蛋餅 沒問題 我們現在馬上來個愛玉冰跟愛玉蛋餅 沒有沒有,聽說你要介紹一下 把現在我們家的蛋餅 這個愛玉冰 要吃的時候把下面的酵素把它挖起來 攪拌好 因為攪拌越好吃 因為它的酵素用七種水果做成的 姐姐但是我沒有看到愛玉在哪裡耶 來,這個愛玉跟蛋打在一起 所以你看不到 蛋餅真的好Q喔 這個也是秘密武器喔 秘密武器 喔裡面有穿的 不一樣的口味 唉唷 姐姐你有發現我都還沒有吃到嗎 我知道 沾醬還沒有沾的時候 喔你的是脆邊的 吃啊 喔好好吃喔 來這一口有沾醬的,來 有沾醬的好清爽喔 感覺如何 我剛好發現裡面有檸檬 很神奇 真的很清爽 我沒想到竟然還有餵食服務 真的 跟你的樣子OK 阿姨味 好好吃喔 謝謝 謝謝 吃完愛玉了 好好吃喔 好Q喔 很Q喔 然後那個什麼啊 醬 喔它的醬超好 一定要加 真的 我們今天 真的,今天只點一個 因為怕後面還會吃不到 吃完愛玉開胃了啦 等一下要吃什麼 等一下吃什麼 等一下 下一站我們要去吃 等一下要爬啦 我們是來爬山的好不好 我們一路爬山來它都是柏油路對不對 然後而且旁邊都會有很多的車 就一直從我們旁邊經過 是因為 就是它是彰化到南投的 算是一條捷徑 酷 原本要去吃的那間香腸 它叫做 縣介香腸 就是 開在那個縣 那個南投跟彰化那條縣那裡 沒錯 就是那樣 待會它接沒開 現在就要變成 我在彰化吃香腸 我在南投吃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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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阿金 突然發現了 在哪裡 有蛋黃色 聽說是在 中秋節被買爆的 蛋黃酥 排隊 排隊 而且我們沒有漲價 唉唷 這個太重要了吧 喜歡蛋黃酥的歡迎來這裡 朝聖一下 是的 澎山小禁裡面也有蛋黃酥 謝謝 掰掰 掰 早 早 早 這個我研究了一年 那我最大的特色阿 我就是把它改良成QQ的口感 完全不像傳統的鐵蛋 硬彭彭的 像這個我們有分大鐵蛋跟小鐵蛋 小顆的它這個叫做鵪鶉蛋 科普一下 鵪鶉蛋很厲害 鵪鶉蛋它的軟凝子喔 比雞蛋高了三倍以上 所以一個禮拜也可以吃二三十顆 哇鐵蛋王子 鐵蛋王子 鐵蛋小王子 這裡是騰山小禁 哇 拍你們飄進去 哇 你看啊 你們的大口鼻衣服 不用那麼噴 好不好 好 好愜意喔 哇 為什麼它那邊用空間這麼好耶 真的 小雅小雅 小雅 你的衣服實在太適合在這裡了 對嗎 野餐風 我們看野餐耶 來野餐嗎 野餐 謝謝 這商店都自己做 商店自己種自己做 我覺得這個騰山步道 滿滿的人情味耶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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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漂亮耶 真的 我好愛這間店喔 你來一間不愛 誒說的也是 哈哈 那你要先吃這個 商聖石花丼好好吃 感覺就沒有加其他的糖 只有商聖它 醃漬完的那個甜味 非常好吃 嗯 而且老闆剛剛有講說 石花丼跟愛玉不一樣 是石花丼有多了一個 海味 你們吃得出來嗎 等一下是有一點點 稍微不一樣 因為老闆真的很酷 很少同一間店有 愛玉又有石花丼 通常好像在海邊 只有看到石花丼 然後愛玉就是愛玉 所以老闆是兩款都做給大家吃 確實 這確實是很厲害的 小雅說 嗯 這個下午茶來一杯 就是滿足又甜 然後又很幸福 然後又 這個老闆很適合就是 看要不要接外送 就是外送到我們公司來做那個 然後台北 有點太 是不是有 不然我開一個分店好了 很好吃 超級好吃的 實在是太令人放鬆了 真的 是不是 雨晨翰 雨晨翰 下一站 幹嘛 下一站 終於不是要吃了 下一站我們要去拍照 去拍就是 嗯 三角點 那也很漂亮喔 是在一個茶園裡面 是一個茶園 這裡有茶園 對 是在茶園裡面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玩一個遊戲 看誰先找到那個三角點 就贏了 什麼叫三角點 那要找什麼 三角點 三角點就是 如果你登山登到 就是一個那個頂的時候 有上的 對 我不太知道三角點是什麼 問一下雨晨 三角點是什麼 三角點到了耶 好難想像這裡有茶園 很難想像這裡有三角點 是吧 我們現在走一走遇到這個岔路 所以我們這個岔路我們就取右 我先 對等一下 好等一下 但我們我們不是要找到茶園 我們是要找到三角點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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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看起來很不好找喔 真的在裡面嗎 認真 還是不在這 確定喔 還是不在這 也是好像看似這片茶園 但怎麼會找不到呢 確認一下喔 唉 這邊是過一下 就整個風景都不一樣 這種的東西是什麼 這是鳳梨啊 一望無際的鳳梨田 而且有鳳梨香 我聞一下 有 他們在拍美照 我去看一下 到底在哪裡 就是可能現在長比較高 但我們不好意思亂跑進去人家茶園 對 我找到三角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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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竟然說是在跟豬舍的交界 就是 豬舍在這裡啊 但是 這裡也是舊豬舍 走進去 就是這裡可以走啊 因為這裡看起來就是走的啊 那你就有一個門可以小小進去 給 走到了 知道嗎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走到了 陳漢萍的豬舍馬雞 耶 果然沒有放棄是對的 後面的路比較好走 小雅同學 小雅 你看小雅 他從 他從這裡 耶 耶 找到了 三角點 耶 所以我們有找到三角點 YES 可是找到三角點肚子有點餓 就突然餓了耶 餓了 下一站我們要去 吃牛肉麵 所以 猜猜看去哪裡吃牛肉麵 就賣牛肉麵的店 不然咧 對啊 咖啡廳 謝謝 等一下見 然後這邊有個岔路 就是你看到 好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你就左轉 這裡有三個岔路 走中間這個鳳鳴路 這邊就比較輕油一點 我覺得蠻讚的 有感覺 有沒有 就剛剛是市集 然後就是很熱鬧 走出市集之後 就真的是有一種農村鄉村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鳳梨天啊 之類的 茶眼 很安靜 我覺得我們整個起程轉合做的蠻好的 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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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ument 阿 很香耶 充電中剛剛小雅覺得 離去 太遠了 真的 很香耶 很好吃 三隻一百 我本來只要點一隻喔 然後這個數學系的就跟我說三隻三隻 哇算要點三隻啊 好適合當下午吃 老闆剛剛我說水煮就沒有這個口感 這麼好吃 對對 我現在可以結論 藤山步道必買 喔對 可以可以 真的很好吃 來來來吃一口 那口感很不一樣啊 真的很香酥脆 然後那個醬也剛剛好不會太鹹 好開心喔 我們這條路得了救贖 對 繼續往前走 很好 GO 吃完玉米了 大神功又出來了各位 下一站 下一站就是我們對面的 霍華咖啡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旁邊有很多的 鹿角角 超美的 你們當網美好朋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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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一臉又像啊 破不及待的坐 sob 買的 歇歇 四層什麼東西 千層 千層 累了齁 很相似啦 這個錯步 老闆這邊只有你們賣牛肉麵嗎 那邊還簡單但是 比較有名的是你們 對不對 我都跟他們講說 你要自己試的才知道好不好吃 別人講的都是一回事 這裡的人做生意都很老實欸 大家都講這句話 應該老闆還有講一句話 你不要宣傳 你宣傳我熟客會吃不到 對對對 等下我們吃那個麵表情都會很憋屈 對 拍假拍假 以後我們才再吃得到這樣 對 好喔 很好吃欸 我覺得是很有那種台味的牛肉麵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平易近的牛肉麵 我覺得可以 可以啦可以啦 你不喜歡吃牛肉麵的人 你應該絕對可以接受 吃完牛肉麵了 耶 然後呢也補充完咖啡因了 沒錯大家都醒過來了 有 我們可以去下一個點 小雅有醒過來嗎小雅 醒了 我們下一個點呢 過個馬路 非常近 非常的近 沒錯 跑飛快啊 哎呀小心啦 維熱山雄 沒錯 沒錯 我們就是衝著它的那個整塊鳳梨酥來的 又轉進來 我雖然吃過維熱山雄 但是我是第一次要來它的本店 我昨天小查一下發現他們已經 不是不只是台灣的專櫃伴手禮 是國際的 國際等級的 真的 所以說它的就是發跡點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的這個地方 沒錯 要排隊要排隊 排隊啦 對 快點 搶怎麼搶啊 等一下 別人 你太兇了 看不到鏡頭耶 呀 這樣這樣 你剛排 你剛跑的是對的 你看我們只差了兩分鐘而已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到哪裡人就會排起來 喔真的 真的 有耶 對 大概還要三四十分鐘 可以先到後方市集先逛一下 我們來排隊 是來拿這個號碼排的 然後你就會獲得 你大概要等多久的時間 如果要趕高鐵的關係 我們直接直衝人氣 喔 走走走 這裡就是它三合院的地方 喔 很有味道的三合院 我們現在 直接來到三合院了 這裡 默默雨晨找到鳳茶 那個 奇怪 我是不是很容易找到食物啊 對啊 喔 自己可以到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要排放一次 就是單純口渴 就是人家也是誠意滿點 排隊嗎 稍等一下 要稍等一下 超可愛的 我要買一個山丘巴拿的 這是什麼啊 而且它還有那個袋子耶 喔 欸它袋子超可愛的 好好看喔 謝謝 有有有 我這邊直接招待 那你就不用再等到這個陸內 那 通通把家伙幫你提倡 好 那個就是 小秘訣來介紹一下 對 就是來這邊買 伴手禮 就有了 然後外面剛剛雨晨就發現那個鳳茶的地方 然後我跟你講 就坐在那個屋簷下吃 更有感覺 掰囉各位 掰囉 掰囉 那我們到門口夾之後 好走 我們去門口夾 我們雖然沒有坐在裡面 但是在外面也很有風味 對啊 我更喜歡坐在外面 嗯 那我要開始了 童年回憶 童年回憶 然後我們有點期待 因為這位小孩 他沒有吃過土鳳梨酥 我說不定有吃過 只是我印象不深刻 好 我覺得比Seven賣的好吃 喔有差嗎 第一次送 對很新鮮 然後它皮就是還很軟很舒服 真的 然後我連把它打開都有點困難 但是放在公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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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都拿了 一三九啊 好好吃喔 哈哈哈哈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歡它外面的這個 你喜歡外面的朋友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手工餅乾 嗯 它就是手工餅乾的味道 不管是不是土鳳梨酥 它都會有這個絲對不對 沒有 土鳳梨酥才有 喔真的 如果是傳統 最傳統的瓜 就用那種冬瓜糖 嗯 就沒有絲 我剛剛是不是溫到重點 下一站蛋白工坊出發 出發 口味非常多 超棒的 我可以試吃嗎 可以 酸奶 試吃直接給一隻嗎 對 就正常版本就是這樣嗎 對 是不是要來 可以來要來 要來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它是叫蛋白工坊 因為它是用蛋白下去做的 嗯 你知道它完全沒有膩感 很清爽 就是少了蛋黃的那種濃郁感 真的耶 真的耶 就是很脆然後很細緻 是 我跟你講來 會顛覆你以往吃蛋捲的印象 這麼誇張 誇張 好禮物感 我有感… 拍我… 你不覺得它吃下去不像蛋捲嗎 嗯 就它那個蓬鬆感 嗯 有人這樣講嗎 有的時候比較像餅乾 對 比較像餅乾 對 但它又不是那種很硬的餅乾 是那種… 千層餅乾 很優雅的法式餅乾的感覺 有點像蛋捲界的蘇菇雷達 喔… 喔… 更精準更精準 真的是要找你來吃 蛋捲界的蘇菇雷達 有夠好吃的 真的 洋蔥… 我跟你講… 你今天很像代購物團 阿姨… 阿姨… 養孫雷達 阿姨好掙扎喔 阿姨會不會買太多 阿姨會買太多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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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完了 可以馬上買嗎 謝謝各位 秀出你的戰利品 秀出你的戰利品 耶… 耶… 小雅要回去趕高鐵 所以現在所有人都進入進走模式 我們的第一名進走王 就是逸林 都快看不到他… 這個… 追不到他… 追… 整個追不到他… 我再加回大家的速度 你為什麼可以走這麼快 依林 你剛剛有特別走比較快嗎 沒有… 我是覺得這樣走起來好舒服喔 蛤… 走一下 這個怎麼玩 你們知道嗎 這就是屁股坐在兩邊嗎 我承認你上去玩 哇… 太嗨了… 哇… 太嗨了… 哇… 你們… 阿姨… 破龍… 不是… 破龍步道… 必有… 必有這個… 我看起來就不是做這件事情的 欸… 我都沒有… 這樣一路爬過去喔 對啊 我隔在你們後面 好 啊… 好誇張喔 我沒力氣了耶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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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兩哥 哇… 好強喔 欸…你們… 其實體力很好嘛 是不是藤山步道一點不累 對啊 一點都不累 滿累… 滿累 繼續走… 喔你們看 700你看 比藤山還要近300公尺 所以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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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吸收一下分多精回家囉 我們走臥龍步道 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呢 一眼望去 都是下坡 對 沒錯 這也是回程走 走臥龍步道的其中一個 很大的優點 我要來訪問你們 來來來來 我挑一個漂亮的點 對 我覺得這次的藤山呢 我還滿有成就感的 看到你們的笑容 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好玩嗎 好玩嗎 好玩 就是這個步道真的是 沒有一點冷場 整路就是從吃喝完嘛 對 然後就是喝水尿尿都不用擔心 真的 太開心心這樣 好吃 好玩 而且還有意外發現有 很多的券釋集 券釋集 被傳到的券釋集 超適合帶朋友來玩的藤山步道 沒錯 如果有喜歡什麼 肉咖步道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推薦給我們 那我們今天藤山就 成功 來我們今天的默契 YA 很歡樂 所以還行還行 就只有找三角點的時候 有點疲憊 你們最累的時候是找三角點對不對 也不會耶 不會 那很輕鬆 你們都太 超輕鬆的好不好 那就是這樣 像一塊 piece of cake 蛋糕一樣 對啊 蛋糕表現這個味道